首先 为什么我叫它平民的 CL-A 因为它的外观设计真的很像 CL-A 平民 CL-A 降临大马 C-Segment 的尺寸 但是它的售价低过 10 万马币 而且重点是 这辆车的安全配备比国外版本更高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 MG5 Sedan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 为什么我叫它平民的 CL-A 因为它的外观设计真的很像 CL-A 包括它的头灯组 包括它的尾灯组 其实都很像 但是呢 它的辨识度又很高 那么官方就表示呢 其实这辆车是一辆 C-Segment 的尺寸车型 但是它的售价是 B-Segment 尺寸 官方有公布它的预售价就是低于 10 万马币 所以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呢 就是这个 Proton 的 S710 Honda City 还有 Toyota Vios 那么你觉得这辆车跟那几款式相比的话 它有没有竞争力 这个就是该我讲很像 CL-A 的车尾啦 我讲的老实话啦 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10 万块里面的这个 Sedan 车型呢 很少有这个车子可以把尾灯做得很那么精致的 我觉得就只有两款 一款是这个 MG5 另外一款就是 Honda City 我觉得他们把这个成本呢 基本上都放在尾灯的设计部分啦 然后这辆车的尾部设计呢 是一个 Fast spec 的设计风格 在这一个 B-Segment 或者 C-Segment 的车款里面 其实也很少见啦 那么会不会影响它的尾箱空间表现 其实我第一次看它的尾箱我不是很确定啦 不过这样子看来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尾箱空间表现 跟一般的这个 B-Segment Sedan 其实并没有差太远 它的空间是稍微平整一点的 只是比较可惜的点在于哦 这一个因为它顾及了这个 Coupe 设计风格 所以这边的开口会小一点 所以你要放大型的物品进去的话 问题可能会有一点点严重啦 也不会讲到严重啦 可能就是没有这样方便而已 不过整个车尾的设计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如果是讲整个车尾设计 我打分的话满分十分我可以给到8.5分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老六的设计还有双出排气管 可是这款车基本上只有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而已 没有Turbo 有点小可惜 它的轮圈设计风格其实也很像 AMG 然后它的轮胎尺寸是215 50 R17 215很宽 跑高速的时候它的稳定度肯定是不错的 但是可能也会造成油耗偏高 然后它的引擎其实也是1.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而已啦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引擎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Engine啦 不过Engine的部分没有什么惊喜啦 就是跟一般马来西亚市场的B-Segment一样 就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没有匹配可以模拟8速的ICVT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14PS 风制力量表现150Nm 看起来平平无息 不过官方表示它的油耗可以到17km per liter 所以算是一辆省油为主的车 那么它的0-100加速大概是11.2-11.5秒左右啦 其实也不算太出色 不过这款车子我觉得如果配一个Turbo Engine会更好啦 毕竟它的外观设计已经那么Sporty了 可是只配一个自然进气 当然我相信它们是为了压低成本才这么做 但是如果可以多一个选择给我们选择 我相信消费者也是很乐意的 这个MG50 但是有天窗的咧 我记得马来西亚市场如果是10万块里面的车子 只有这个S70 跟这个MG5是有天窗的 不过个人不是这样喜欢天窗啦 因为是真的会比较热一点 那么大家要买这辆车的话呢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我建议大家自己去勤势测试一下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基本上在这个价位还是不错的 那么相比起同样号称C7的S70来讲呢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会略大一些 略宽一些 整体的舒适度呢 应该也会略好一些啦 所以大家自己去做做看 看你的需求到哪里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我是给过的 OK啦 其实这个内装设计还可以 我觉得还蛮年轻化一下的 当然它因为价位的关系 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软质塑胶啦 这边就有一个雕花 然后都是硬质的塑胶 但是整体来讲设计感还不错 可能会比起Vios略好一点啦 然后这个出屏主机基本上也是一个高清的 然后满spoof的 支援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但是是有线的啦 然后也是有电子 手刹车 还有360 Camera 这个排档杆就不是电子式的排档杆 不过 那么它基本上还是有这个斜坡起步辅助功能 跟这个车程动态稳定系统在安全配备部分 我相信讲到这里就很多人会跟你讲 这辆车A&CAD 哪零星 不过呢 澳洲版本跟马来西亚版本不太一样 因为在马来西亚版本呢 它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还是有的 还有这个车道维持系统呢 车道转移辅助 然后车车盲点植设 倒车盲点植设 还有360 Camera 等等等等的功能 所以整体的配备会比起澳洲版本好一点 就算拿不到五星 我相信三星四星 问题应该也不大 不过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数位化仪表 这个数位化仪表的设计很清晰 不过不懂在户外的话 它会不会有反光 可是整体来讲呢 这个驾驶坐姿我觉得还蛮运动的 都是那句话 有Turbo Engine做一个选项会更好 那么官方讲到它的售价是低于10万马币 我猜测到最后应该是99800块啦 如果是讲对比Vios 对比City呢 它其实是贵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价位拿到的这个空间呢 还是OK的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MG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它有几点要加强 首先就是安全配备 它没有ACC 第二点就是如果有涡轮引擎做选项会更好 那么大家觉得我的看法怎么样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讨论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次的 回望 这个 Haut 车辆地也需要解释 就算是 转发应的 在这一段时间也需要一下 不知道大家在看法 要快点赞订阅 订阅一下 要快点赞订阅